史上最强魔王又回来了 他真的是天下无敌呀 手一日月换星辰 灭力剑改写是件一切法则 至高的天赋神都被他一记穿凶 一点面子都不给 原来就在2000年前 天赋神突然塑星大发 上来就命令大精灵和他生孩子 大精灵当场拒绝 眼看天赋神就要对他做不可描述的事 正好遇上魔王路过 当场就要把这个油腻男载了 天赋神自以为永生不灭 只要说一句话就能改写规则 不料下一秒就被落定闭嘴 救下大精灵后 魔王就把自己的忠实护卫心留给了他 自己则是命令勇者将他杀死 把他的生命转化为魔力屏障 把各个种族的地域封开 维持了2000年的和平 然而过了2000年后 仅次于魔王的四大邪王 祖王 飞碑王 冥王 以及担任老师的致死王开始搞事了 他让所有人下跪 立刻悬使臣服转生的魔王 不料魔王才不稀罕 如今世界已经和平 就算无人认可他是魔王也无所谓 下一秒 他就拆穿了致死王的真面目 原来 致死王为了对付魔王 已经把身体献给天赋神当了容器 天赋神告诉魔王 神族已经安排了一名神之子降生于此 迟早会毁灭掉魔王 成为时间新的秩序 最后 禁锢了一众魔族 并威胁魔王不准出手 由于自己是最高位的天神 一旦死去 世界也就会毁灭 但魔王却表示 也不在乎 一剑就给他当场捅死 下一秒 又把天赋神原地复活 这样 世界就不会毁灭了 只不过只留给了他十分之一的力量 这下 他无光要构存于魔王 还得继续为大家讲课 不过 袭击者的阴谋才刚刚开始 对方先是抓走了梅尔海斯当人质 并要求和魔王单挑 这么不怕死的要求也是绝了 然而 袭击者却表示 不比武力 这一局用智力猜谜决胜负 让魔王猜出谁是真正的神之子 如果魔王选择放弃比赛 那么 他的魔力将被强制封印五秒钟 魔王一可答应 然而 却怎么都猜不出谜底 可他还是看穿了对方的阴谋 原来 对方给自己植入了虚假的记忆 所以 怎么都得不出正确答案 你看 金魔败露 对方立刻打算动物 然而 尽管魔王五秒内无法使用魔力 却依然能干怕敌人 下一秒 更是把梅尔海斯平安复活 原来 魔王也是开局就施加了复活的操作 黑手的一切计谋都在他的预料当中 对方自知不敌 竟然当场自杀了 不料他想死都没门 魔王立刻把他变成了一只猫头鹰 并命令他说出真正目的 得知这次事件与自己的护卫心有关后 他就打算亲自去一趟精灵的大森林 疑问背后的究竟 然而 想要找到精灵森林的方位 就必须逗笑小精灵 才能让他们带路进入森林 得知此事后 主人都开始在附近的城镇寻找线索 正当魔王三人闲逛时 正好听见小巷传来了异响 原来是几个混混 正要暴打一个小女孩 关键时刻 魔王即时出面 对面竟然说 要打死魔王 然而 魔王一眼就看出 女孩是精灵 并询问他进入精灵森林的方法 虽然清灵女孩失忆了 但他还是记得进入的特殊条件 需要等到日式起雾的时候 才会出现入口 杀下寻思 这女孩怕不是疯了 日时 那是说有就有的吗 然而魔王却表示 可以准备出发了 随后 要给大家变个魔术 实在太逆天了 随后 魔王便带领众人来到了大草原 只见这里起了一阵浓雾 接下来 只需要逗笑小精灵 就能够进入森林了 米莎想用猜谜来吸引精灵 不料 说着说着 却跟雷伊秀起了恩爱 杰西亚来了波模仿秀 然而 效果也是大冷场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 魔王的粉丝团竟然来了 他们人手买了一根棒棒 名字竟然叫做 魔王的棒棒 不料小精灵 竟然对着黄色段子起了反应 当场现了身 下一秒 他们认出了魔王 为大家引出了方向 随后 众人便来到了精灵森林 然而 在魔王的盘问中 众人却得到了两个坏消息 其一是 大精灵雷诺 很久前就已经去世了 留在这里的心意不知去向 虽然他们察觉 米莎的气味和大精灵很相似 肯定有精灵血统 但却因为精灵王的命令 不能多说其他的消息了 现在只能去找精灵王 问个究竟 接着 众人来到精灵教室 不料 没见到精灵王 却遇上了四大邪王中的三人 随着一阵上课铃声 所有人都动弹不得 下一秒 大树长出了一张人脸 原来 他是负责教育的树爷爷 在这里 只有通过考试 才能继续前进 魔王直呼 少废话 出题吧 随后和飞碑王打赌 他们所有人都会合格 如果魔王赢了 飞碑王就必须说出 让他搞事的元凶是谁 输了 就交出自己的根源 读约签订之后 到了学习时间 魔王使出量子阅读法 瞬间记住了所有题目 接着 开始教育大家学习 很快到了考试环节 魔王虽然答题很顺利 但却发现 队友们都答不出来 他怀疑 考题被飞碑王篡改了 随后起身去看队友的考题 下一秒 飞碑王就举报魔王 老师快看 他作逼 然而树爷爷却说 举报无效 毕竟魔王已经交卷了 可是 队友们答题依然困难 这其中必定有诈 随后考试时间结束 所有人的卷子都被收回 结果是 三大血王刚刚及格 而魔王和队友们 却是全体满分 飞碑王当场急了 你个老东西 吹黑哨是吧 立刻就要检查考卷 只见答案写着 我不知道都算得分 树爷爷却说 城市也可以加分呀 飞碑王彻底无语 原来 魔王用了里面剑改写规则 就是 交白卷都能满分 随后拆穿飞碑王的阴谋 原来 他也在试卷上做了手脚 大家彼此彼此 现在 飞碑王必须如实回答 让他搞事的元凶 果然就是精灵王 现在只需再过一关 就能见到精灵王了 第二道关卡通关条件很简单 只需走上眼前台阶即可 但是 真正能通往上界的台阶 却只有五个 这下是纯凭运气的比试 为了保证自己绝对能通关 魔王竟然把自己的根源 分割给所有人 让他们都变成自己的模样 要是选到错误的楼梯 就让他们变回原来的身躯 真正的楼梯 就由自己取而代之 最终 魔王顺利通过考核 精灵女孩也通过秘密隧道顺利通关 两人一同来到了大精灵的目的 看着这把腐朽的剑 精灵女孩顿时感到一阵悲伤 另一边 雷伊和米莎 则是被选中了一般 穿过幽暗隧道 直接就来到了精灵王的面前 然而 想要和精灵王交谈 就必须和他一战 尽管雷伊是剑术天才 却在精灵王面前 占不到一点便宜 并且精灵王也对雷伊的根源 很是了解 武器也能够起到 封印根源的效果 就在雷伊即将落败之际 米莎也加入了战斗 她觉醒了身为大精灵女儿的血脉 并把由艾尔生的魔力 输送给了雷伊 在真爱之力的加持下 雷伊成功反杀 一招击败了精灵王 不料对方竟然言而无信 反手将雷伊控住 下一秒 竟一剑刺穿了米莎 另一边 魔王则是和精灵女孩分开 单独遇上了飞碑王 飞碑王从古代碑石中 提取了纯度最高的魔力 堪称是无尽的深渊 一招就能秒杀魔王 此之引发巨大爆炸 本以为成功击败了魔王 然而魔王竟然毫发无损 并使出了纯度远超飞碑王的魔力 你研究的那些 都是我玩剩下的 可当魔王赶到时 雷伊已经被彻底封印 解除封印后得知 精灵王已经把米莎给拐走 并且通过刚才的较量 雷伊推测出 精灵王的身份 就是魔王的护卫心 由于精灵是靠着人们的传说 才能存在的生物 它就让米莎 宾死后的另一面人格觉醒 成为以魔王阿博斯的传说 第二代价魔王 魔王立刻派出分身 与其对峙 得知阿博斯想要统领世界的野心后 一场对决是在所难免了 魔王这才意识到 这个阿博斯就是真正的神之子 他现在已经控制了魔王的手下 只需夺取李灭剑 铲除魔王就能赢了 雷伊现在也是无比懊悔 都是自己塑造了阿博斯的传说 才招致了今天的灾祸 现在魔王必须尽快赶回学院控制局面 于是又和精灵女孩会合 作为带众人回去的条件 他也希望能见精灵王一面 魔王同意后 带着众人偷渡进城 如今城内已经乱作一团 阿博斯把所有纯血王族洗脑 让他们大肆虐杀所有混血的魔族 鄙视混血的老师也开始逃难 他虽然也是纯血王族 却因为种族歧视 而被魔王变成了低贱的混血 天道好轮回 现在也轮到他遭受王族欺辱了 然而就在性命攸关之际 魔王的妈妈竟然挺身而出 命令对方放开他 千军一发之际 老师推开了魔王妈妈 独自挨了一发火球术 荒猫王族无比笑张 怕扬言要把魔王的父母大谢八块 殊不知这话全被魔王听见了 想切块是吧 那就成全你们 荒猫立马怂了 然而忏悔也晚了 下一秒就被魔王切成了八百万块 事后魔王带着大家来到家里 看着儿子带了这么一群后宫 休息片刻后 众人讨论起了应对阿伯斯的计划 这阿伯斯能控制所有被人传说的地狱 所以破绽就在没有人传说的地方 于是魔王就打开了他创造的地下城之门 此时老师也已经悔改了 经过这场零月后 他也受够了种族骑士 只求魔王能给他一个痛快 然而 随后魔王一行来到了地下城 这里是魔王为一万个杰西亚打造的城邦 虽然没有留下任何传说 随后从这里进行传送 来到了魔王城内 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单挑阿伯斯 而是要弄清一切谜团的真相 心为什么要成为精灵王 并助纣为虐 维护假魔王阿伯斯的传说 大妖精的死因又是什么 以及阿伯斯的传说已经存在2000年了 按理说 米莎也该有2000岁才对 但他却只有15岁大 他的出身又是怎么回事 只有弄清这三件事 他才可以对阿伯斯实施公正的制裁 随后聚集众人的力量 用魔王之联 劈开时空隧道 带领大家回到了2000年前 为了防止影响历史的进程 魔王等人使用隐身术躲避 接着让没有根源的杰西亚 去接触星和大精灵 此时大精灵正因为没买到糖吃 闹别扭 杰西亚就趁机把自己的糖送给两人 这下同时打消了大精灵和新的戒备 大部队也能跟随二人 一同进入精灵之森了 然而 此时精灵之森却爆发了一场灾难 很多小精灵都被魔术吃掉了 魔王一众 虽然也被大精灵感知到了 眼看不能再藏下去了 魔王只好决定光明正大的现身 他先把自己的年龄变小 并表示 他们都是一群旅行艺人 随后让沙夏表演个节目 大精灵立刻相信了他们是一人 傻白天实在太好骗了 接着问起魔王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魔王趁机喊出精灵少女 并让大精灵调查一下他的身世 大精灵却当场表示 自己也不清楚 随后把魔王叫到一边 偷偷告诉他 精灵少女是求爱不得的妖精 一旦想起自己的记忆就会消失 不料话还没说完 一只巨型魔兽便袭击而来 由于魔法道具无法传逸到过去 雷伊只能徒手应对魔兽 这时魔王要找星借一把剑 但却立刻遭到拒绝 最后还是大精灵给星下了命令 他才肯把剑借给雷伊 下一秒 雷伊便将魔兽瞬间秒杀 这份实力也得到了新的认可 不过作为借剑的租金 雷伊必须和星比试剑术才行 随后大精灵便把中人带到了妖精之三 不料才刚进门 小精灵就报信说 树奶奶快要消失了 原来是因为精灵只能通过传说来维系存在 树奶奶的传说是他可以传授人们战斗的经验 然而魔王让世间和平后 他也就没有传授战斗经验的必要了 所以注定会消失 临别之前 他告诉大精灵也要听从自己的冤枉 消失并不是最可怕的事 随后大精灵流下了一滴眼泪 就这样诞生出了和平年间负责教育的树爷爷 安置好众人后 大精灵又把心带到花田 让他为花朵浇水 由于心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花朵也立刻枯萎了 心也失落地表示 自己只不过是魔王的利刃罢了 这时大精灵收到消息 有个叫致死亡的魔族尚能拜访 他当场说明意图 想要利用天赋神的力量 让大精灵作为母体生下神之死 从而在2000年后 消灭掉转生的魔王 心当场把他削了一顿 并让他赶紧放天赋神出来挨打 不料 致死亡竟然对大精灵释放了死亡诅咒 想用大精灵的安全 来逼天赋神现身 气得心一剑就要了他的命 不料这一下 却真的引来了天赋神附体 天赋神重回世间后 立刻指出心的根源真相 原来心连魔族都不是 而是世神魔剑的化身 这种男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爱情 就算再怎么追求爱情 他也只能得到无尽的空虚 不过心也不稀罕什么爱情 一刀就把天赋神剁了 这样大精灵很是失落 他立刻握住心的手 告诉他 自己一定会教会他什么是爱 不过比起感受爱意 心还是更喜欢和雷伊比剑 大精灵可不高兴了 你就会跟男人寄剑 都不来找我贴贴 扎门 还得是雷伊出谋划策 让心说 会为了大精灵迅速解决掉对手 这样他就不生气了 效果真是立竿见影啊 随后双方认真展开对决 平A方面两人是不相上下 甚至还是雷伊更胜一筹 于是心决定要使出最强绝技 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一般 雷伊也凭上全力接住了绝杀一剑 就在他沾沾自喜之时 肩膀却突然爆开了一道伤口 原来心的那一剑斩的不是人 而是过去的时空 在他出手的瞬间 雷伊就中招了 随后心如约继续交花 结果也依然是让花枯萎 不过大精灵却并没有因此失落 虽然进展不顺利 但他知道 心也在努力给花情祝爱情 与此同时 魔王则是和米夏一起 在魔族城镇闲逛 两人正好看见魔族 在蹂躏一个人类孩子 原来这个魔族的家人 被人类所害 他也要把仇恨施加给人类 魔王原本不想改变历史 不料魔族越做越过分 竟然要活生生把孩子烧死 魔王终于决定出手相助 质问魔族 是这个人类杀了你的孩子吗 如果不是 你就只是一个无能狂怒的废物 气得对方反手就是一发魔蛋怼脸 然而魔王却躲都不躲 双眼一瞪就破了对方的法阵 魔族顿时认出了魔王的身份 他痛哭着表示 自己无论如何都放不下战争的仇恨 对此魔王并没有愤怒 而是告诉他们 耐心等待吧 2000年后 自然会有一个美好的世界等着你们 不过改写的历史 还是会被时间之神修正 为了彻底救下这个孩子 魔王决定用李灭剑将他杀死 让他重新在这里转生 不过还得帮忙散布一个传闻才行 这个勇敢的孩子 也是甘愿领命 发誓一定会完成任务 随后便被送去转生了 很快夜幕降临 魔王带着米夏来到了战场遗址 这里埋葬着无数魔族 他们都是为了实现 魔王和平的梦想而牺牲 所以为了不让烈士的鲜血白流 就算背负暴虐之名 魔王也一定要让天下和平 听闻此言 米夏更是创造出一片白色的花海 从而悼念这些伟大的烈士们 在魔王二人离开的途中 历史也在按照计划不断推进 此时勇者加农已经找到了心 为了防止2000年后的人类伤害转生的魔王 他要展开假魔王阿博斯计划 塑造一个虚假的魔王形象 让人们对抗 并要求心来协助自己 不料心却说 他在完成守护大精灵的命令后 就会离开 并要追随魔王一起转生 看来这段时间的相处 也让心变得稍微温柔了一些 透过大精灵的目光 加农终于点破了他的感情 大精灵已经在不知不觉间 爱上了这个男人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大精灵听后立刻扑倒心的怀中 告诉了他自己的真情实感 是新给了自己恋爱的感情 为了回应大精灵的心意 心也决定和他结婚之后 再去追随魔王 大精灵也愿意等他整整2000年 随后 两人在众人的祝福下成婚 大精灵的丈夫 自然获得了精灵王的名号 婚礼结束后 两人迎来了洞房时间 心虽然仍然不懂得爱情 但他却愿意努力满足大精灵的愿望 于是 大精灵顺利怀上了新的孩子 他知道心是魔王的忠臣 所以也不做挽留 而是要在这里等他转身归来 就这样心离开了 他完全不知道 大精灵隐瞒了一件重要的事 那就是 他的传说为精灵之母 一旦生下魔族的孩子 他就会因为违背自己的传说而消亡 但这也正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望 所以就算赌伤性命也要实现 不料就在这时 天赋神再次找上了门 他告诉了大精灵一个噩耗 那就是 他传播了魔王阿博斯是精灵的传说 并将其和大精灵的孩子绑定 让假魔王阿博斯的传说弄假成真 随后强制迫使大精灵生育 逼不得已 大精灵之号拼尽全力使出时空魔法 要把刚出生的女儿送到2000年后 让魔王拯救他的性命 天赋神还想嘲讽 下一秒就被赶回来的心一箭抱头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 到最后大精灵什么都没有保住 他本想请求心除掉将来会危害世间的女儿 但心却表示一定会保护女儿 即便要与魔王为敌 他也会维护假魔王阿博斯的传说 让女儿活下去 无情的魔剑终于领悟了什么是爱 但这一切都太迟了 他将自己的配件化作墓碑 只为悼念与妻子永远的别离 目睹了这场悲恋的结局 在场全员无不为之动容 现在已经得知了一切的缘由 是时候向假魔王发起决战了 魔王决定兵分两路 让杀下一种去拯救普通学生 自己和雷伊则带着精灵女孩行动 来到了假魔王的面前 假魔王当场下令 让魔族开始屠杀混血学生 眼看一名红毛学生就要被处死 但魔族男人却在最后时刻将其救了下来 原来红毛学生就是2000年前的那个孩子 而魔族男人也是2000年前的那个魔族 这对死敌都放下了过去的仇恨 现在成了一致对敌的战友 趁两人牵制住被控制的梅尔海斯 杀下姐妹花更是携手开大 瞬间把七魔皇老都控住了 眼看手下战力尽失 阿伯斯却是一点不慌 他提出要和雷伊决一死战 而魔王则是被传送到了另一个空间 他的对手则是自己忠实的护卫 辛 魔王表示他会消灭阿伯斯 并让米莎活下来 所以两人大可不必交战 不料辛却不能原谅自己的背叛行为 一定要死在魔王的剑下 魔王只好下令 既然你一直号称是我的右手 那就先斩断我的右手 我再取你的性命 辛领命以后 决定是出生平最强的一剑斩击 这一剑连时空都能斩断 却只是让魔王受了一点轻伤 魔王表示 你之所以斩不断 是因为你已经不是一把剑了 而是一名有感情的魔族 这番话终于打动了辛 让他重新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另一边的阿伯斯则是占据了上风 一招困住了雷伊 他已经看穿 雷伊根本下不去手 毕竟 这可是他恋人的身体啊 于是 阿伯斯就想趁机拉拢雷伊 做自己的手下 只要雷伊投降 他们就又能在一起了 不料雷伊却反手一剑斩下 原来他从阿伯斯的体内 赶到了米莎的人格 并使出了爱之剑法 在爱之力的加持下 雷伊竟然又压制住了阿伯斯 不料就在这关键时刻 天赋神又用神之权限封住了圣剑 并把雷伊捆了个严严实实 但阿伯斯怎么都没有想到 魔王两人也在这时回到了现场 天赋神上来就想开嘲讽 然而 现在战局再次重开 雷伊又找上了阿伯斯 而魔王则要跟天赋神好好算账了 天赋神当场展开领域 表示这里根本无人能与他抗衡 而魔王则同样寻找起天赋神领域的弱点 并把教训他的机会让给了新 杀旗之仇不共戴天 新使出一手二刀流 一剑刺穿了天赋神的胸膛 不料郑重天赋神的下怀 现在的他全身都是神力 竟然用最强的神火压制住了心 就在心药被烧成灰烬之时 精灵女孩来到了他的身边 他终于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没错 他的真身就是大精灵 由于生前求爱不抖 死后则因为这份执念 化为爱之精灵 就是为了再见所爱之人一面 他从精灵之三进来了力量 给心治愈的同时 并施加强化 在妖精之力的加持下 新的魔剑势不可当 一剑贯穿了天赋神的胸膛 天赋神当即放出神灵 想控制心自财谢罪 不料 新的这一剑是无穷斩 只要刺重一下 就能把天赋神的神盒无限斩碎 这就是斩神剑的真正威力 另一边的战局也到了最后关头 趁着雷伊无法发挥圣剑的实力 阿伯斯把特根源毁到了最后一个 绝境当前 雷伊只好使出新传授的剑技 一刀两断如一神剑 瞬间把阿伯斯和米莎封开了 不过 这招虽然封割了两人 却会让他们都无法持续存活 逼不得已 阿伯斯只好尽出最强的里涅剑 尽管雷伊刺中了他 但里涅剑可以无视一切道理 先出手的雷伊 反倒被砍倒在地 就在他要下死手的时候 魔王及时赶到 并表示 现在才是最终决战 只可惜 虚假的魔王只是个传说 根本战胜不了真正的暴虐魔王 阿伯斯只能利用自己神之子的身份 用生命为代价复活了天赋神 并把里涅剑增幅到最大程度 这招的威力无比巨大 连画风都变了 然而 你魔王还是你魔王 就算变成了电脑编码 也一样无敌 既然毁灭天赋神会让世界崩溃 那就把天赋神的力量转让给致死亡就行了 原来就在先前战斗的前五秒 魔王就已经解析了天赋神的一切资料 现在的他已经被榨干了所有价值 只能作为一只小飞虫到处逃窜 而致死亡则是重归时间 感叹还是我家魔王强啊 发育了两千年都干不过他 与此同时 大精灵向米莎做了最后的告别 向女儿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后 她彻底在事件消失了 米莎无比懊悔 认为都是因为自己的出生 才把母亲害死了 这时魔王从天而降 告诉她一切都还有的救 不过首先要从米莎开始救起 原来魔王之前让那个孩子散布传闻 正是为魔王阿博斯的传说 编了后续故事 就是阿博斯被击败后 已经转世成了完整的精灵米莎 由于米莎成了纯粹的精灵 能让大精灵消灭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她也可以被魔王复活 在魔王的神迹妙算下 这对魔女终于得以团聚了 事后魔王再度召开全国大会 向所有人宣告战争结束 自此三祖只割世界和平 由哪个不服的尽管上台来干 这魔王正常 想必天下太平不成问题 米莎也可以放心和男朋友贴贴了 咳咳 不过看来还得过老爹这关才行 于事结束后 魔王又返回了王座 尽管现在稳固住了江山 但还有一些谜题没有解开 魔王记得 2000年前的李灭剑应该还在沉睡 但他在当时却可以使用李灭剑 这与他的认知不符 就说明他的记忆还有残缺 仍有隐患在威胁着和平 要想弄清这背后的原因 记得关注关节 咱们第三季不见不散